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林平在日本 终于进入了 让人又爱又恒的夏天了 爱它是因为可以穿非常好看的衣服 恨它 是因为 实在是太热了 这个时候我有一颗东西日本的好物 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这个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款商品 跟我一起看一下 当然就是这种茶粉的冲净饮料了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种茶粉的冲净饮料 来日本之后 我已经跟无数人安利过这两款商品 我主要给他们安利的是这种 一层元的两款茶粉饮料 一层元本身它是汉字 非常好记 这家公司在日本已经50多年的历史了 然后在这个日本也是非常受男女老少的欢迎 特别是他们家的绿茶饮料 很有名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到哪里 基本上都能够很容易的买到 第三呢就是因为价格也非常的便宜 两款啊大概都是35块钱人民币左右 就是经济实惠吧 也非常好方便携带 而第四呢 它的家的封口 这个封口是拆封之后还可以继续速封的 所以就是很卫生也很安全 不过呢很多不懂日语的粉丝们 基本上是分不清楚这两款商品的区别啊 所以我今天就录一个视频 来普及一下这两款商品有什么不同之处 这个呢是一层元的绿茶粉 我们先来试一块这款速溶的绿茶粉 来 我们来切克一下它的色号和质感 哇 非常的细致啊 这个质感非常细腻 冲泡起来一定是口感顺滑 这款绿茶粉最方便的就是它热水和冷水都可以很快速的穿跑 而且没有任何的沉淀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颜色呢 一看就很想有喝它的这个蜜蜜 我要介绍它的姐姐产品 伊藤元的雨智抹茶 这是一款100%纯抹茶的抹茶粉 然后呢价格是跟绿茶粉是一样的 但是分量呢是30克 哎感觉要稍微高级一点 然后如果你是抹茶控想要体验地道的京都抹茶的话 你就买这个回去 看一下它这个质地 石抹的质地非常的细腻的 高级的绿的色号 配上哑光的质地 非常适合我们东方人 因为制作工艺的不同呢 就是这款纯抹茶粉是要用热水来冲泡的 而且它会有一点的沉淀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用 哒哒哒哒哒 这样的工具啊 一种是这种随身杯 有这种过滤装置的随身杯 然后另外一种呢 在家里边可以用这种日式的茶具 可以先放大概4克左右的抹茶进去 我盖 煮盖 装入碎形 盖上盖 见证奇迹的时刻 看来 就开始咬一下 就获得一杯非常漂亮高级的翡翠绿款 纯正京都抹茶 想喝热的呢 就直接倒一下 哇好好看啊 好好看啊 想喝冷的呢就加点冰块 哇 或者呢是用这种有过滤装置的茶具 大概两勺的抹茶控制 看一下这个深邃而有内含的那绿色 如果你是限量版的抹茶控吃货的话 我建议 比如说在牛奶里边加入一点抹茶 这样呢一杯美味又健康的抹茶拿铁 就这么简单的制作成功了 让我来尝一下 夏天的味道 怎么样夏天自制的抹茶冰淇淋也可以吧 这个抹茶好浓啊 好好吃啊 一款呢是素融的绿茶粉 一款呢是100%的抹茶粉 这两款商品真的是我在日本回购过无限次的两款日本好物 大家来到日本呢一定要买回去尝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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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